飞机上能不能吃泡面 临近春节啊 有很多粉丝朋友问我 说这就我要坐飞机回家了 但我不喜欢飞机餐 能不能给自己带泡面呢 这问题很有意思啊 好像坐飞机的时候 确实没看到有谁吃泡面 但我仔细翻了一下 民航管理规定 泡面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那这就很奇怪了 既然可以带 为啥从来没见过有人吃呢 这事儿吧 也很简单 航空公司对于泡面的态度 是允许但不鼓励 因为泡面虽然不是啥危险品 但它太香了 这抱着热气的香味一散开 且不说那些不爱闻的 就算人家爱闻 你端个泡面 人家端个飞机餐 这心里也不平衡啊 如果飞机再遇到点气流啥的 颠簸一下 这泡面汤一洒出来 好家伙 基本可以提前下班了 所以不是不让你吃 而是不推荐 但如果你实在想吃 也有办法 大多数国内航班 是可以供应开水的 但问题是让不让你泡 你要是整个螺蛳粉啥的 那就不用想了 就算空姐让你吃 你周围的乘客也会投诉你 所以咱就老实点 选择一些味道比较小 而且体积不大的泡面 这样既不影响别人 也避免了剩下的汤 撒自己身上 而且一定要跟空姐申请 让空姐帮你泡 不要觉得这是麻烦别人 像不定你自己端个泡面 去工作台一顿操作 你还不如好好坐着 别给人家添乱 对于空姐而言 这无非就是多走量 但如果你自己去 万一热水洒出来 或者回来的时候掉地上 这人家给你收拾还更麻烦 所以啊 如果实在吃不惯飞机餐 可以选择自己带泡面 不过该说不说的 泡面真的会比飞机餐好吃吗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